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欢迎晚宴 正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现场的画面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举行宴会 来欢迎出席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的外方领导人夫妇 那么根据了解出席今天晚上的活动的 有51个非洲国家的元首政府首脑以及配偶 还有两位总统代表 非盟委员会主席和联合国秘书长等贵宾 我们看到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 在和贵宾以及贵宾夫妇握手 合影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位于北京人民大会堂 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 正在举行的是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的欢迎晚宴现场 我们看到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正在同外方领导人进行合影 那么本次峰会呢 意义重大 那么这次晚宴主要是为第二天的一系列的议程 做提前的这么一个准备 那么我们看到的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正在同外方领导人 在巨幅的这个壁画长城前进行合影 合影结束后呢 他们身后的这个壁画就将会打开 由中外领导人夫妇呢 将会共同前往汉白玉的台阶处 欣赏同声合唱等一系列的这个文艺演出 那么在之后呢 习主席会为前来应邀参会的非白领导人呢 举行欢迎宴会并致驻久词 那么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呢 是于4号至6号在北京举行 中非领导人呢 是将围照携手推进现代化 共筑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这一主题 来共序中非友情共商双方友好合作 共发未来 这也是呢中非合作论坛 即06年北京峰会 15年约翰内斯堡峰会 18年的北京峰会之后 中非友好大家庭的又一次大团圆 也是呢中国近年来举办的规模最大 由外国领导人出席最多的一次主场外销活动 我们看到的是喀麦隆的国家元首正在向习近平主席和第一夫人走来 那么本次峰会呢 会囊括多个议题 包括治国理政工业和农业现代化 和平安全高质量共建一代一路为议题的四场高级别会议 以及第八届中非企业家大会等相关活动 我们看到南非总统拉玛福萨 同习近平主席亲切握手 那么南非呢也是金砖国家的成员国之一 本次参会呢南非组维非洲的一个高质量经济体呢 将从中方就有一系列的深化合作 展开密切的探讨和交流 我们看到塞内加尔的国家元首 其第一夫人上前从习近平主席亲切握手 那么本届中非合作论坛的主题是 携手推进现代化 共筑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 那么中非合作论坛呢 已经成立了24年 特别是新时代以来 始终秉持着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 论坛建设呢成绩喜人 已经成为中非合作的金器招牌 和引领国际最非合作 深化全球南方合作的一面重要的旗帜 稍后呢我们将看到是 习主席身后的这一面巨型的长城壁画呢 会缓缓地打开 由各国领导人一同欣赏 中方特意准备的同声合唱 那么对于本次峰会呢 习主席日前也强调中非双方呢 会在这次峰会上重点明确中非关系的新定位 宣布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的一系列重大举措 共同去剥划中非关系发展的新蓝图 我们看到正在进行的是中非双方多国领导人 即将举行一次大合照 这次活动呢是中国今年来举办的规模最大 外国领导人出席最多的一次主场外销 那么众多的非洲国家领导人和非盟委员会主席 亲自率团参会 同时呢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作为特邀嘉宾 有关国际和地区组织作为观察员 也出席峰会的有关活动 中国和非洲的合作呢是在日益密切的进程当中 截至今年的六月呢 中国在非洲原建了超过130家的医院和诊所 并向45个非洲国家派遣了医疗队 此外呢也有不少的非洲国家的医生学者 在中非合作论坛的机制下来华交流学习 看到现在各位领导人已经就位 进行大合照的拍摄 习主席和夫人彭丽媛是站在了整场的C位 听到现场媒体的相机快门声不断 不同见证这一中非友好的重要时刻 现在看到的是位于北京人民大会堂的现场 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举举行宴会 来欢迎出席中非合作论坛 北京峰会的外方领导人夫妇 画面中一共有51个非洲国家的元首 政府首脑及其配偶 以及两位总统代表 非盟委员会主席和联合国秘书长等嘉宾出席 中非合作论坛 北京峰会的人民大会堂现场先关注到这里 北京峰会的人民大会堂现场先关注